嗨 老師今天中午示範的時候有一位朋友 他帶著他新買的電腦來找我 說他新買的電腦 有按照我之前教他們的指示來連上網路的NAS 但是怎麼樣連都連不上 而且出現下面右上角這個訊息 因為發生下列錯誤啪啪啪啪 因為什麼檔案共用不安全 所以需要什麼SNB1的協定 OK 那出現這狀況呢要怎麼處理呢 那 那我再簡單陳述一下的狀況呢 他就是在新增連線網路磁鐵機這邊 使用連線網路磁鐵機 再打上相關的網址的時候 他出現這種無法使用的狀況 那簡單來說我們就從這邊開始程式級 然後齒輪設定 然後呢我們到一個利用程式 好在右上角的程式按功能點進去 好然後出現這個畫面 然後我們按左邊的開啟或關閉 Windows的功能 好然後我們找一下 這邊有SNB1.0 SNB直接傳輸 那我們只要把這兩個都打勾 然後按確定 然後並且一定要記得要重新啟動電腦 好那重新啟動電腦之後呢 他的設定才會被套用 套用完成之後呢 我們再回到連線網路磁鐵機這邊 重新設定你NAS的網址 好再試試看看 或許就成功了 好謝謝大家 MING PAO TORONTO